这个房子的设定是客户的样品屋 也是我自己招待我台北朋友的一个小居处 我也把它当成是我在台北的一个灯的一个工作室 所以在原来本来简单俐落的线条里面 我加进了一些古董家具的部分 让这个空间的组构形式结合了现代跟古典的元素 客厅跟主卧室的部分 我是用了隔间墙的方式 它中间砍的是衣柜跟一个360度旋转的电视墙 它可以让空间的便利性有效地运用 光线也是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重点 由从墙角打出来的光影 或是透过隔板的小方格透出来的光度 随时在空间的角落里 让隐藏的灯光能够发挥它的作用 在台湾的大部分的住宅里面 因为空间都比较小 所以当我们在运用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都会很害怕 用到一些古典线条的东西 可是这个在国外即便是小空间里面 大家一般的人一般生活上里面 见到随处可见的这些古典线条的比例 它都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淬炼出来的 所以它的比例雕刻线条是现代家具里面 就是完全不同的呈现方式 那如何在这个现代又小的空间里面 把这些古董家具 看似反复的古董家具 运用在里面 那我们会有一些技巧 就是让大家能够适当的运用 尽量让所有的墙面背景单纯 然后颜色统一 当你放进一个古董家具 在现场的空间里面 越单纯的背景 越能跳出这个古典家具它的独特性 同时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反差 比较大的现代家具 譬如说科比一的这张LC4的马皮椅 或是说这个比较现代感的屏风 那这个屏风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它这个的做法是叫DECO PAGE 它大概是6000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埃及的墙面上 那这个这件作品 是我跟加拿大的老师合作完成的 我们2006年的时候 很有参加温哥华当地的室内设计展 那所以这些黑白色调的 黑白色调的东西 或是背景单纯的墙面 更能凸显出古典家具的线条的优美度 这些黑白色调的优美度 也设计划出古典家具的线条